嗨大家好,我是小帆 我现在在江苏昆山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昆山和上海的交界处 据说这是中国省界差异最大的一个地方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 来昆山之前看过一个视频 是一段航拍的画面 拍摄的是昆山和上海的分界线 视频作者说河的一边是昆山的花桥镇 另一侧是上海青浦区的新疆村 很直观的可以看出河两岸的建筑有着巨大的差异 昆山这一侧放眼望去 几乎全是高层的住宅楼 而上海那边则是普通的农家宅院 还有大片的菜地和农田 所以我今天就特意过来看一下 看看这两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差异这么大 当我来到视频中的这条河的时候 确实看到了河的一边高楼林立 而另一边则是普通的农家宅院 我以为这就是昆山和上海的分界线 但是看了一下地图 发现这里并不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蓝色虚线的部分就是昆山市 左边是苏州 右边是上海 放大看一下昆山和上海的分界线 就会发现两地的边界还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里 眼前看到的这条河叫做囚江 是吴松江 也就是苏州河的支流 虽然昆山和上海在这一段大致是以囚江为界的 但是囚江北边还有一小片土地是属于上海的 就是地图上面标注的这一块区域 对应的就是我左手边的这片高层住在楼所在的区域 这里并不是昆山 而是上海 后来我问了一位老大爷 也证实了这一点 前面的那片高楼确实是属于上海的 那位大爷告诉我 这边颜色比较深的高楼是上海的 而那边颜色比较浅的高楼才是昆山的 大爷以为我是来买房子的 还特意和我强调了一下 说上海这边的房子要更贵一点 而昆山那边能便宜一些 网上说这里是中国省街差异最大的地方 看来是错误的 前面的这片农家院以及后面的高楼大厦 全都是属于上海的 要不是这次亲自过来看一下 我还真的就相信了 果然旅行还是有好处的 实地考察一番就不会一步一驱了 另外大爷还告诉我 球江和无中江之间的这片土地是最肥沃的 属于上海的农田保护区域 现在只能种地不能盖新的房子了 你们看这里全都是菜地 每家每户的院子前面就是自家的菜园子 有的还种有果树呢 仔细看就会发现 这些所谓的农家宅院其实都是两层的小楼 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 看到了吗 这些房子非常规则 而且风格也都比较统一 就像一排小别墅一样 感觉应该是经过统一规划过的 而且这些房子的价格 绝对比后面的那些高楼至高不低 而且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得到 如果你们有机会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住在哪一边呢 行 科技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明天和大家分享上海旅行的视频 那咱们上海见吧 拜拜